最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要哭 不讓他去表達他的情緒 或是表達他的需求 因為有時候哭 他會想要一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限定一個界限的話 其實小孩的慾望就會一直一直往上堆疊 當堆疊到一個慾望之後呢 孩子會慢慢迷失 他們會不曉得自己想要什麼 哈囉 Happy Sunday 今天我要來分享的是關於寶寶哭泣的話題 寶寶哭泣這件事情呢 我們的目標應該不是讓他停止哭泣 而是要去理解寶寶他需要什麼東西 當接受孩子哭泣的時候 你幹嘛一直看我啊 當接受寶寶哭泣的時候 就等於你要花更多時間去觀察 或做去安撫他 所以這就需要花更多時間 更多精力 更多力氣去理解他 你玩我的耳環啊 所以這個影片呢 我比較會是著重於在 當面對孩子哭的時候 我們父母的心態 要是怎麼樣才是健康的去面對他 因為其實小孩每天都會哭嘛 一定每天都會哭 Mira一睡半之後 他就會有一些表達 就像他肚子餓啊 他想睡 像他昨天去Punkin Patch 他就是沒有睡午覺睡夠 所以他後來就是很 就是很要黏著要抱著 然後就一直在鬧 然後到車上之後就馬上睡著 睡完起來吃晚餐之後 他其實就是變得一切正常 所以就是等於說 你理解你的寶寶 這時候哭泣是因為累了 餓了 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因 所以第一我們要說的就是 哭泣就是寶寶的語言 他來告訴你 他餓了 你幹嘛一直看我啦 吃你的啊 了解他為什麼而哭 而不是說叫他去分心 叫他忘記哭泣 或者是最重要 我們最常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不要哭 不讓他去表達他的情緒 或是表達他的需求 那當然我們叫他不要哭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哭泣 其實常常會讓人覺得 很焦慮啊 很煩躁啊 或者是負面情緒很大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現在大人會用講話來表達 那嬰兒他們不會講話 像Mira一歲半還不會講話 那他就只能用哭泣 來去表達他的感受 或者是他有時候心情不好 他想要釋放壓力 釋放情緒 他也是用哭泣的 就像寶寶一出生的時候 就是醫生就會看寶寶有沒有哭泣 來確保寶寶有沒有健康 那我們就是要以這樣子的態度 容許孩子哭泣 這是對父母 對小孩都是健康的事情 那我看了這本書 就是尊重與觀察 RIE的創辦人寫的 他就有寫到一句話 我覺得蠻好的 正確的同理心 才是建立孩子自我意識的第一步 而不是要幫孩子做什麼事 放手讓孩子哭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我們不是不管他 而是觀察 但不去安撫 去了解他 可以幫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識 形成一個從容自信的態度 你聽得很認真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覺得小孩子哭很吵 你叫小孩子不要哭 那過一段時間他會講話以後呢 你可能就會說 你不要講話 所以你等於就是 讓孩子阻斷了 他去表達他自己感受的機會了 這等同於是在跟小孩表達說 我不關心你的想法 那這跟大人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就是你今天 心情跌到谷底 或是一些很不順心的事情發生 然後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後你遇到一個很信賴 你很依賴的人 你幹嘛一直看我啦 很依賴的人 然後你去跟他說 你今天很不開心 然後他就跟你說沒事沒事沒事 你這時候當然也會覺得 有一種不被理解 不被去了解 然後不被去感同身受的感覺 那就會更受傷 你是覺得媽媽講得非常好 一直看我 那也有研究指出 哭泣也是一種治療機制 所以就算我們大人現在就是適時的哭泣 也是一種紓壓的一個方法 所以總結來說 我們要覺得哭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我們要了解寶寶的哭泣 並且把它形成一個互相連結的健康氣氛 就是他在哭泣的時候 他哭了而我能接受 我去了解他之後 我回饋給他之後 他回饋給我 而是這種互相連結 而不是他哭他的 我做我的 然後我做的都不是小孩需要的 RIE這本書上裡面有講到 他說他們也是親子課 然後學員中有一些新手父母 跟五六個月大的嬰兒 然後他們就有個嬰兒就開始哭了 然後哭的就是很爆發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就在去理解說 小孩子到底需要什麼 他說不知道 現在就是我們也拍格啦 也已經餵飽了 那尿布也換過了 那可能有點冷 然後給他加了一個包巾 然後他還是繼續在哭 那這個創辦人他就說了一句話 前提是 如果你不認為孩子有任何痛苦跟危險的話 哭泣是他的語言 嬰兒哭泣是應該的 但不代表他痛苦或者是難過 然後他就說有個爸爸就問他 如何面對這些哭泣而安然自若 然後作者就說啦 我已經這樣做很久了 但是我知道哭泣是應該的 一個嬰兒應該要哭泣 並且我們要容許孩子哭泣 對父母跟孩子來說都是健康的 所以呢 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重點是我們的心態 要先調整成 接受他的這個狀態 而不是去避免他 或者是叫他不要哭 那慢慢慢慢的呢 如果嬰兒哭泣 他能得到適時的回應的話 他的安全感也會越來越提升 也沒有安全感啊寶寶 所以他們大概從剛出生 五六個月 一歲 越來越大 兩歲三歲 哭就會越來越具體 你就會知道他為什麼而哭 然後他們也會成長到開始 會用其他方式解決問題了 因為他們開始會表達 他們的能力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回應 寶寶哭泣呢 第一個就是不要急慢慢回應 我們確認基本的生理需求 就是他有沒有餓啊 他尿不患了嗎 你點頭對不對 有沒有困困想睡啊 或者是環境的太冷啊 或是太熱啊 或是環境太吵 他覺得不舒服 然後你在Figure out的過程 對不起 你在Figure out的過程當中 你跟寶寶說寶寶 我已經在試著了解你的感受囉 給媽媽一段時間好嗎 媽媽會努力去了解你的感受的 那安撫寶寶哭泣呢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他作者有這樣講啦 他是說 我們常常把寶寶這樣搖來搖去 其實是在安撫大人 而不是安撫小孩 其實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必須要很承認的說 我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是嗨哭 就是把他拿起來搖搖搖 然後我記得有個護理師就轉過來說 其實你不用搖 然後我跟Shan就定住了 說不用搖是不是 然後我們就抱著 然後輕輕拍他這樣子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超好笑的 所以呢我們主要就是 動作放慢 我們的內心要安定 長久下來呢 寶寶自然就能感受到安寧 並且願意去合作了 而且我們要一定要接受的一點 就是寶寶的哭聲 本來就是很難讓人去忍受的 因為他們的哭聲就是為了要提醒 像熟悉的父母 像我悶到啦 或者是我怎麼樣啦 或者是我發生危險啦 需要父母的幫助 所以他們的哭聲就會很讓人忍受你 才會馬上衝去幫他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調整自己的心態跟態度呢 那是因為寶寶越長越大之後呢 他就會發現他能夠用哭聲來控制你 然後你一哭呢 媽媽就會去關心你 爸爸就會去關心你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有些孩子呢 如果你的態度太過於激烈 他一哭了就馬上跑過去安撫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用這種方式來博取你的注意力 而不是他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他就會用這種方式去換取一些東西 所以總而來說 我們必須要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跟需要 才是身為父母最重要的職責 所以這就跟我們之前有講到的法式停頓 我之前有講睡覺的那個影片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謀而合 其實我覺得他們幾乎都在講同一件事情 因為他說的那種法式停頓的意義就在於觀察 如果沒有觀察的話 那你讓他哭泣這件事情 然後沒有去安撫他 那就是沒有意義囉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他哭泣之後 先觀察先在旁邊觀察 不急著去安撫他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確認他生理需求或是什麼樣的 然後再去進行下一個動作 所以呢我們對孩子哭泣的態度呢 我來總結一下 第一呢我們對他的態度就是孩子是有權力哭泣的 第二哭泣是可以療癒的 也是一種健康的紓壓方式 像是如果孩子跌倒啦 他現在很常很常跌倒 是因為他現在很喜歡騎車嘛 所以他可能就會跌倒 那可能他一跌倒之後 他就回頭來看我們一下 然後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跟他說 Mira慢慢起來 然後我就會慢慢地走向他 然後如果他需要我安慰 他痛痛的話 他就會這樣手伸過來 我就幫他呼呼一下 那他現在是已經不會哭了 他現在就是會 如果沒事的話 他就會繼續起 如果他需要我安慰 需要我抱抱的話 他就會自己走過來 但是你的注意力跟你的肢體一定要朝向他 讓他知道說他需要你的時候你都會在 你還好嗎 你可以做的吧 耶 OK 慢慢休息一下 第三就是如果他在哭的時候 是因為安全 像是說煮飯的時候不可以抱他 然後他就會在哭鬧 那我就跟他說 我瞭解 我瞭解你現在很難過 可是媽媽必須要煮飯 很危險 媽媽不可以抱你 那我抱你一下 你就必須要自己去玩咯 讓他去知道說 你瞭解他很傷心很難過 但是呢 你讓他瞭解為什麼 並給他一個方案去解決這件事情 同意哦 對 對 總結來說 如果孩子哭了 是因為他得不到一個東西 一定要堅持到底你的原則才可以 因為有時候哭 他會想要一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限定一個界限的話 其實小孩的慾望就會一直一直往往上堆疊 當堆疊到一個慾望之後呢 孩子會慢慢迷失 他們會不曉得自己想要什麼 在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去了解孩子的需求的時候 就會變得更加的困難哦 那書中作者有講到一句話 他說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孩子很容易 但是真心傾聽孩子了解他們的需求 確實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是要幫助孩子學習他們自我表達 並且我們要耐心觀察跟傾聽 並且讓他以清楚簡單誠懇的態度 傳達他的感覺跟想法 給其他人知道 讓他在以後的人際關係能夠更加的更加的順利 所以其實很多都會有講到 就是會說是一種時代的差距 就是沒辦法跟父母親做一個溝通 但其實我在看這本書的過程中呢 我有點了解到就是說 如果你從小了解他是個個體 並且你去傾聽他 花時間去了解他他在想什麼 當你確立這樣子的態度之後 等他長大慢慢長大之後 這個方法其實依然是適用的 所以父母親的心態 就是要從他這麼小 可能幾個月或是還沒出生之前 你就要先確立好了 好 那今天影片到此結束了 那Mira的點心吃完了嗎 Are you done? Not yet Are you done? Done Mira done了 好我們結束這個影片囉 那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Mir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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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先講一下就是 可能日後我都會以這樣子的模式來錄影 因為我之前就是比較是一個人在講話嘛 但是我真的 我們現在就是在弄診所跟家裡整理 還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假日要陪Mira 所以就變成出片時間 我覺得很不穩定這樣子不行 所以我決定把它combine在一起 趁Mira吃點心的時間來錄影片囉